虽然那情人节已过 但这部名叫《奔爱的情人节》党电影却火了 这才刚刚上映 没几天微博上就发起了 泛民女童性恋抵制奔爱的话题 声势浩大 之所以抵制是因为 女童们感觉受到了片方的欺诈和伤害 因为之前片方在宣传时 放出的海报是这样的 佟丽娅一脸公器 周冬雨一脸享受充满了暧昧气息 预告片中也上演了一场缠绵的激情戏 就连《奔爱官位》的宣传也都喊出 爱能让我们跨越距离 跨越性别 跨越一切 甚至各大媒体也在炒作 佟丽娅与周冬雨这对同性CP 看到这些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认为 这是一部女同性恋的百合片 可是当我们买了票 进了电影院 事实却是这样的 在片中 佟丽娅和周冬雨 其实是袁佩与小三之间的关系 袁佩跟老公出车祸 老公死了 把心丧给了老婆 而小三来找袁佩感受心跳 贴胸口的暧昧 只是在聆听心跳 八一漏胸的画面 是为了更清楚的聆听心跳 连床戏都是剪出来的 是两人分别跟同一个男人的床戏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吗 为了赚取票房 可以炒作 可以有学套 但这样无底线炒作 终究勾起了消费者们的怒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